台湾团前天在大陆福建发生了翻车坠江意外 昨天捞上来的一具女性遗体 今天早上经家属相认后呢 确认是61岁的赖成月 另外民航局也证实了 已经恰盘复兴航空的医疗包机 重伤的旅客确定预定明天凌晨4点搭机返台 而其他的团员都在这两天陆续回来 回想起车祸发生的当下都是余悸犹存 不好意思我们家里人在找 谢谢谢谢 脸上伤势明显一脸惊恐 发生意外的武佛旅行团员陆续反抵台湾 在旅行社和观光局安排下 先把伤势较轻的旅客送回台 其中古雅林和房小峰 这对夫妻党更是死里逃生 车子停下车子就进一半水 进一半水 我老婆就是已经是飞行到这边来了 那你怎么救 就赶快他的椅子往那玻璃上救 站在车上面 本来是要等待救援的 结果洪水太大 站不到30秒 车子快就滑动了 不得不太大 我老婆不会游的 回想起意外当时能被甩出车外的都算运气好 因为边坡有软泥当缓冲 甩出车外的都还有救 旅客掉入水中后 还好也有同团的团员跟附近的村民帮忙拉人上岸 不过到底游览车为何会失控 有团员质疑是车速过快 福建当天发出暴雨的黄色警戒水流湍急 不过团员解释 导游确实有征询过整车团员的意见 表示路上有道路摊房的状况 去的时候也一路平安 看完土楼 没想到要回厦门时就发生意外 有点TV陈嘉宁 蔡新颖综合报道